兄姊妹 心靈珍寶今日的主題是 詩篇第100篇 教導我們感謝神第一部分 聖經中有很多感恩師 例如詩篇18篇就是大衛為自己的人生感恩 第16篇講到耶和華的口音 107篇講到神各方面的幫助 第50篇就提到感恩的心 而詩篇第100篇講到清謝、讚美、感謝 就是我們看見神的美好和寶貴 也是經歷祂的愛以至有回應 感恩會幫助我們更加親近到神 也都體會自己和身邊一切都充滿了祂愛的神跡 也都有很多愛的禮物 看你詩篇有一個篇 如果這篇詩特別叫清謝詩 清上去都有一些特別感恩的詩 譬如詩篇18篇 但這篇詩很長 這些感恩詩就是大衛寫的 大概想回他自己一生的恩典 神怎麼救他寫出來 師兄講了很多感恩的東西 所以我為什麼要感恩呢 因為你根本就聽聖經的話 你會蒙福的 是很多方面 太多各方面 不是一個項目都說了 那些在身上那種 包括身體也影響 心理、心情 心靈那方面 就是你全國人影響 但是對信望愛很重要 信望愛是最重要的 在我心靈來講 最重要是信望愛 另外還有一篇很寶貴的 詩篇1816篇 他說 我受了報答 向我所示的口音 另外還有一篇很寶貴 107篇 因為神在各方面幫我們 我應該感恩 還有最後講到 凡有智慧的 會在這次上留心 就是我們不是 看到神在幫我們 那方面 你開始留心 就是思想 他的愛 去到根源那裡 我感恩愛他 如果有智慧 你會在這次上留心 你如果留心在身上發生的時候 一身神怎麼恩待你 那你在清重身 一二三成那些 印典 真的太厲害了 還有身上那些 深刻難忘那些 因為神有爭的 那些印典 簡直數不準 這麼多這麼多 這麼大件 就是我的因 已經在神的見證 不能讓人做出來的事 不可能的事 他絕對真 現在他的愛是真 現在他的愛是真 現在他真是稀奇 若忠敬又 那麽美麗 那麽愛他 那麽愛他 那麽愛 就是他個人愛 我一個人覺得 全世界中外都一個 很微小 但是他真的可以那麽愛我們 愛得更厲害 就是根本沒有知識 剛才說 他愛沒知識 他差點沒知識 不斷地來,不斷地來,繼續來,前面都繼續來,直到永恆,是太厲害了。 我覺得最起碼最起碼我要感恩的回應,盡量愛他多一點,感恩自動會。 我愛他所愛神,不是勉強,不是勉強自己。 那時候你看到他愛,你看到他愛,不愛他不行,甚至你會最愛他,絕對是很自然的。 大維還有一些年老的時候,是這樣的。 還有五十篇,特別是神祂說,祂很重視我這樣的心,祂不重視外描的東西,祂的獻祭等, 但是,有些東西,有心理有用,有心理那些東西表明出你的心。 但是沒有那個心,那些東西簡直是討厭,真是討厭。 所以這篇五十篇,特別說到我要感謝為祭獻賞, 特別我感謝的心。 我覺得太離譜了,如果我們不夠感謝,不要說不感謝,就是你感謝太少,我都完全是排光,不像個人。 我們看看這個清謝詩, 我覺得這篇詩幫我們現在添密成,有很大的關係, 都提醒我如何親向神,如何經歷神自己,有些重要的事情。 當清謝進入祭獻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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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謝進入祭獻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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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感謝會看到神祂對愛,讚美看到神祂自己本身的美麗,祂的寶貴。 心是向著神自己,祂對你恩愛,自然有種愛回應。 因愛親神最重要是我的心,我是這樣更深更深地經歷祂。 所以祂的寶貴是很完備的。 普天下當向耶穌歡呼,因為祂的愛是天滿全地的。 人是否看見祂的愛? 祂的榮耀也到處走,是人的眼睛一見。 不需要走得很遠,就看著自己,已經是很厲害的神祂祝的榮耀。 就是祂的愛在這裏。 你這麼微小,祂的全身。 如果你不是自己弄那麼壞,生病,很舒服的。 祂的孩子都會笑,因為很舒服,祂沒有病會成。 生病都沒有那麼多污染,這樣毒素。 比較少一點,當然也有的。 很自然,應該很快樂。 世世神在你身上的愛是很厲害的,很嚴重。 怎麽樣把你整個身體這樣構造,給你幫助, 又給你那麼多食物,那麼多東西,幫到祂。 現在你有都會用,吃了食物,怎樣運到給每個細胞呢? 不是說玩的。 怎麼搞得這麼小的? 怎麼運輸給祂,進到祂的細胞呢? 不是說玩的。 你的身體充滿了神,愛的智慧,很微細,愛的智慧去到。 而走過,也是神出來的。 我親上主,就算去的地方不是最美麗,我也覺得很美麗。 很多東西是我們眼開不開。 所以,周圍都奇妙的,愛神色。 整個愛的禮物,周圍都是。 有些很大見的, 整個月球,祂做給你。 整個太陽, 那一聲聲, 整個樹送給你,那麼多。 好像當下以後歡呼。 所以是應該快樂的回應。 就是喜樂方面的回應。 不是只有一點點歡喜。 是歡呼的。 這是正常的回應。 所以我們整個情形都是歡呼的時間。 我多數將感恩幫歡呼結合。 因為歡呼的東西都是自己感恩的東西。 對。 對。